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民主派组织这场选举之前 香港当局已经发出了威胁 扬言此举可能涉及违反国安法 为日后刁难民主派候选人埋下了伏笔 而且在投票前 香港警方突击搜索了一家参与组织这次初选的民意调查机构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 但从投票的结果看 打压和威胁反而激发了民众一搏的决心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这样概括 香港人越是受到压迫 越是会全力去抵抗 有些现场投票的港人则对媒体表示 他们把这次投票视为争取自由的最后机会 次为这场投票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 参与组织初选的香港民主派前议员曲诺璇表示 在港版国安法的阴影下 差不多60万人参加初选投票 我们从中看到了港人的勇气 这次投票的结果将在全部清点后 于星期一晚上公布 初选胜出的民主派候选人将于9月初参加香港立法会选举 香港立法会共有70个一席 星期四 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 在与几家清北京媒体谈话时威胁 组织计划 参与这场初选活动的有可能违反新颁布的港区国安法 但是 参与投票的港人如此之多 曲诺璇说 香港人再一次创造了奇迹 向世人显示了香港民主阵营 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民众参加投票 这不止在镇压 颠覆政权 分裂国家 恐怖活动 以及勾结外国势力的港版国安法 范围宽泛 被指主要针对去年爆发的反送中运动设置 已成为一把放在港人头顶的悬舰 法律公布后 香港图书馆民主派人士的部分书籍下架 一些活动人士担心连累别人退出组织 寒蝉效应似乎开始扩散 香港民主派这次初选是在北京强加于港人国安法后的第一次民主选举 港人还会一如既往会议他们的自由权利 为保住香港的自治拼搏吗 初选结果显示 香港人以自己的行动战胜了恐惧 展现了他们维护自由价值的勇气 有参与投票的市民表示 参加民主派组织的初选投票 就是对这一覆盖面太大 导致香港出现白色恐怖效应及文字语情形的国安法不满 参加投票就是要让世界看到香港人的态度和坚持 但是自从北京强加港版国安法以后 港人拥有多大程度的自由 引起世人的怀疑 西方国家则谴责北京正在践踏香港的自治 但是 香港民主派一直是北京的眼中钉 有分析人士担心 面对民主派初选的巨大胜利 北京可能不会甘心 他们会不会以组织初选 违背港版国安法的名义 干涉民主派初选的成果 即便港府或者港府背后的北京默认了民主派初选的成果 他们或可能以民主派某些候选人资格有问题的名义来强力干预 香港已遭遇重挫 但是 毕竟香港不是中国大陆 香港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千丝万缕 从最近国际社会对北京强加国安法的大规模抗议 及采取的反击措施可以看出 香港的一举一动都在世人眼中 都受到世人的关注 各位听众 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感谢RAID技术合作 谢谢您的收听 夜话中南海 各位听众好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夜话中南海栏目 我是节目撰稿人和播讲人高新 在夜话中南海栏目的上两篇文章 港版国安法的出台程序到底有没有违反基本法 和是北京当局违反了基本法 还是全世界都被基本法忽悠了 都介绍了有香港民主支付之声的李祝明先生 曾经强烈谴责中共港版国安法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层面的立法程序就是违线 因为基本法是香港的小宪法 当中规定只有香港的立法机构能够制定法律 本人曾经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 当年也曾经和已故支联会主席司徒华 一起出席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仪式的 香港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祝明先生 七年前悼念刚刚去世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时 曾经对记者发表看法说 当年代表英国政府和北京谈判 撒切尔夫人以尽力而为 对于当年有港人不满 时任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 在就香港问题与中国谈判期间 节节退让未有捍卫港人最大利益 李祝明说出他自己的看法 他说德西当年英国想以主权换治权 但是邓小平最终兼具任何让步 他个人认为英国政府当时无法有任何作为 难道像对阿根廷一样开战吗 他反问说 按照李祝明先生的说法 如果当年提出让香港独立 中共肯定是不给的 他撒切尔夫人做出的就是尽量把细节写出来 希望透过这样给香港人多些保障 而香港民主党日后的另一任党主席 而且也是这个香港民主党的首位女性党主席 刘慧卿女士 则与李祝明先生的看法相左 英国BBC中文网站昨天刚刚刊登的DNO 国安法下英国新政会不会导致香港人移民潮 一文回顾说 1984年12月 中英联合声明莫基未干 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抵达香港 他刚刚签署的这份文件中列明 香港人在1997年7月1日之后 虽可保留英国政府颁发的英国国民海外BNO护照 但不会享有在英居留权 在香港一位记者就主权移交后的港人利益 向撒切尔提问道 你答应将500多万人交给一个共产党独裁政权 这在道义上讲得通吗 这是说在国际政治中 道德的最高形式确实就是本国利益 撒切尔当时冷淡地回答称 英国为香港尽了最大努力 我们做了一切可以为你们做的事情 香港每个人都对这项协议感到满意 当年提问的这个记者的名字叫刘慧青 后来成为香港政坛民主派的重要人物 去年卸任了立法会议员之后 他担任了香港民主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至今 早在七年前撒切尔夫人去世的次日 当时已经是香港民主党主席的刘慧青 这样回忆自己在记者会上当面质问撒切尔夫人的经过 我就追问她说 首相二天前你和中国签署协议 答应将超过500万人交给一个共产政权 这样在道义上说得过去吗 还是在国际政治层面最高的道德境界是维护你国家的利益 他当然很生气说我什么都做了 为你们香港人做最多 所有香港人都满意 你是唯一的例外 七年前的刘慧青还指责说 1989年北京图城以后 香港人心惶惶 但是统治香港百年的英国连居留权都不肯给港人 最简单就是这样 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都不肯做 我觉得他这样很过分 近日中共的涉港官员之一乔小杨简话 他都知道很多香港人憎恨共产党很害怕 那你英国政府要给他救生艇 在1984年当时罗德整他都办公司帮人们移民 有这个问题 所以撒切尔夫人和代表英国政府的人做得很不够 前文中提及的英国BBC中文网站昨日报道文章的标题是BNO 国安法下英国新政会不会导致香港人移民潮中的BNO 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英文缩写 该类护照是从1987年7月1日起签发 英国国民海外国籍于1997年9月30日截止登记 日后不论任何情况都不会接受新登记 英国国民海外身份终身有效 可终身续领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不过根据当时英国的相关移民规章 本护照持有人把门英国无需入国许可签证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人拥有免签证入境英国六个月的权利 2015年3月 英国外交大臣告知下议院 英国政府不打算为英国国民海外扩展其免签代理 BBC的报道文章中介绍 当年当面质问萨基尔夫人的香港青年女记者名叫刘慧卿 多年来 她一直争取扩大BNO持有人在英国的权利 如今终于等到了开心的一天 过去大部分香港人对英国政府没什么期望 多年来大家都觉得即使香港的情况变差了 英国也不会做什么来帮香港人 他们最紧张的是他们自己的经济礼仪 刘慧卿对BBC中文网讲道 如今我很高兴 其实她英国一早就应该这么做了 BBC的报道文章中评论说 从当年刘慧卿眼中萨基尔居高临下的回应 到如今英国向数百万香港人伸出友好之手 英国政府的转变 包括让刘慧卿赞业的许多人大感意外 本月之前 对于拥有BNO护照的香港人来说 他们手上的这本英国国民的海外护照 只不过是一份旅行证件 让他们在前往英国时可以最多一次性停留6个月 但不能凭死在英国工作或者学习 目前香港约有30万人持有这种护照 英国驻香港总领事说 约290万人有资格拥有这种护照 但是英国的BNO新政这次看上去是有备而来 本月1日 中共当局悍然宣布港版国安法正式生效 英国外相多米尼克拉布随即在英国国会表示 港版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准许不和申请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的香港人 及其家属在英国居住读书或工作5年 5年后可以申请定居 再居住12个月之后就登记成为英国公民 这种方案将不设人数上限 省区目前外国移民在英居住时的大部分限制要求 拉布称这项安排是特殊专门的 是英国在兑现对香港人的历史承诺 中英两国在1984年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中指 香港在主权移交之后享有高度自治权 除外交和防御等事项 其享有的权利和自由50年不变 直到2047年 而7月1日开始实行的香港国安法 则允许北京直接在香港设立机构处理与国家安全有关案件 北京派遣的人员与机构均可不受香港规定限制 英国政府认为北京强推国安法表明 中国没有信守在联合声明中做出的对香港人的承诺 此举引发了北京的愤怒 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本周表示 英国此举严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违反了英国在联合声明中做出的不给予BNO持有人居英权的承诺 而在过去北京曾多次强调 中英联合声明已经过时无效 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历史文件 那位貌似战狼的中共现任驻英大使在他的视频讲话中 还煞有切实地自称引用的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若金斯基的话 如果我们将中国变成敌人 那中国就会变成敌人 借此警告英国政府 一切违背14亿中国人意愿的做法都注定要失败 他说当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的原则被侵犯时 关系就不可避免的遭遇挫折甚至倒退 不过仔细聆听了这位刘大使的这番讲话 感觉他更在意的并非是英国决定为拯救港人而改变BNO政策一事 而是英国对华为的政策 因为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上周指 中国现在或许会被视作敌对国家供应商 这明显会被认为是一次严重的冒犯 所以这位大使表示 中国官员从来没有这样形容过英国 这位大使在他的这次视频讲话中也表示了 希望英国重新考虑向英国海外公民BNO护照持有人提供公民身份的决定 同时也还说了一句 我们姑且看看事态发展 我们需要视乎英邦真正采取的行动 以决定我们的相应措施 但他的这番话 既然被部分外界媒体解读成了 中国驻英大使称不排除禁止港人离境移居英国 相关分析报道文章中说 英国允许给予差不多300万港人一条 成为英国公民的路径 进一步恶化了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上周宣布 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实施一本全面性的国家安全法 约翰逊形容这本国安法是明显 而且严重抵触1984年伦敦与北京所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 尽管中国威胁英国此举将有严重后果 但是英国政府迄今仍然坚持对港人提供避难港的计划 不过英国外相兰涛文承认 假如中国禁止港人离开香港 英国政府恐怕是无能为力阻止 计划能否落实 是要看北京下一步的举措 当然谁也不能排除 疯狂的习近平当局日后的对港政策会更疯狂的可能 但是仅从逻辑上判断 习近平当局下决心出台港版国安法的过程中 肯定是对下跑不少港人做足了心理准备的 中共决策者们自然会因此而想起 31年前的六四镇压的外交后果是什么 其他的西方国家不说 仅美国对1990年4月之前入境美国 其中也包括许多六四镇压之后 是以合法身份离开中国 进入美国的中国人 发放的六四绿卡就达8万之多 因此获益的许多人都是当年的公派留学生 而1990年4月之后 陆续离开中国进入美国之后 获得政治庇护者更是不计其负 当然1990年4月之前进入美国 在当时的美国政府宣布了六四绿卡申请实现之时 人在美国但是并未提出申请 日后按期回国者不是没有 最典型的就是当时分别在美国不同大学里 做访问学者的王沪宁和陈希 两位正好是习近平眼下党务工作的第一助手和第二助手 一个是现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另一个是现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有当年的六四绿卡之鉴 习近平当局在决策出台港版国安法的过程中 肯定也都已经预料到了 即使没有一个BNO的事先存在 那么日后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 无论是加拿大还是澳大利亚 还是法国甚至包括日本及台湾等 都会为一批因为恐惧港版国安法 而背井离乡的香港人提供人道援助的 那么试想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 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庇护政策 都没有导致当时的中共当局全面禁止国人出国 那么现如今仍然还在继续打着 一国两制幌子的中共当局 应该也不会在港版官把出台之后 要求香港政府禁止港人离港 在此前提下 只禁止持有BNO护照者离港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恰恰相反 所谓留港不留人的说法 很可能就是中共当局为他出台港版国安法 预设的仍可以从政治和经济层面 特别是经济层面承受的底线 甚至还可以设想 随着港版国安法的出台 不想留或者不敢留的一批港人离乡出走 也许是郑重了中共当局和香港林郑当局之下怀 后续的分析内容 我们留待下次节目再向听众们做奔析和介绍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的夜话中南海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和撰稿人高新 谢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你们好 我是王丹 北京当局不顾香港市民和西方国家的强烈犯罪 悍然在7月1号之前公布了香港国安法 该法条文内容完全违背一国两制原则 却比外界原先预期的更为严苛 预案管辖的第38条款 倒是不仅令人瞠目结实 而且成为国际洒学界的笑话 国安法对于香港来说代表中共的二次回归 那么这一次不再有一国两制 香港终于失去了特区的地位 成为了一个与上海和深圳无异的中国内地城市 那表面上来看 国安法的制定是中共加强了对香港的控制 打击了香港最近几年风气云涌的社会抗争运动 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分析 其实也可以看到 国安法的通过 它更重要的意义 在于说它在整个中国国家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性质的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看一国两制 它早在中国刚刚结束十年文革 邓小平要推动开展进行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来了 那么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 在邓小平时期的中共的政策中 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 一种开放的态度 可以说一国两制成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标志 是一项具有代表意义的政策 但是现在呢 国安法的通过 宣布了一国两制的正式终结 邓小平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成了一场谎言 习近平这么做 等于是正式宣告与邓小平路线决裂 取消一国两制就代表着原有意义上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终结 习近平决定了抛弃邓小平之前的路线 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这样的决心已经非常明显 因此可以说 港版国安法的通过 是改革开放时代的终结 中国进一步进入了习近平时代 其次呢 中共过去对香港的政策 虽然一直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方式 进行慢慢的渗透和逐步的掌控 但是表面上还是一直试图表现出 给予香港一定的自由空间的样子 允许抗争运动的不断展开 就是这样的幌子 保留这样的幌子 可以称为精致的极权主义 也就是说 不去中共对香港的治理 反映出他们还想掩饰一下 自己的极权本质 但是经过最近两年的发展 中共已经认识到 过去的精致的极权主义 这种香港治理模式已经失败了 因此必须调整策略 不再精致了 而是苏职面具 直接把中国的党领导一切 和警察国家的性质 移植到了香港 那么对香港的治理方式 和治理心态的转变 背后也是准备了 中国的国家治理方式 和治理心态的转变 香港成了中国的一个缩影 国安法的通过 其意义就在于 整个中国进一步加强 以暴力维稳为特色的治理方式 而治理思维上 则是全面的向专制时期的倒退 那么这两个意义 影响的不仅是香港 实际上也是中国 那是中国的国际社会中的 战略调整 因此我们绝不能 仅仅用香港的角度来 看待问题的严重性 这次国安法虽然匆匆通过 实际上应当是酝酿已久 换句话说 香港已经被置入了 习近平时代的 总体战略布局之中 国安法的通过 不仅是对香港的民主自由的挑战 是对港人的集体意志的挑战 正是对美国的挑战 对全世界民主阵营的挑战 这就是美国和国际社会 必须高度重视香港国安法的原因所在 以上是周亚洲电台 特约评论员王丹 为您做的评论 大国攻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美华 欢迎您收听大国攻略 7月9号在台北的一场 讨论香港国安法的座谈会上 几位主办人员在座谈会开始之前 呼喊口号 光顾香港 时代革命 光顾香港 时代革命 这是香港示威者在反送中运动期间经常喊的口号 不过现在已经被视为违反香港国安法 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呢 香港整个社会安静了下来 言论空间出现一些变化 可以说风声鹤唳 我的一些香港朋友更改了脸书和推特上的名字 删除了照片和贴文 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 约了几位香港学者 希望能够采访 但是他们都说暂时不接受采访 那么后来我联系到了 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 郑宇硕 郑老师向来对于维护中国人权方面非常的积极 每年他也参与纪念六四的活动 他说香港人以后可能像海外流亡的中国人那样 只能在海外发生了 那么今天先请郑老师谈一谈最近香港的情况 的确呢 自从7月1号以后呢 香港一般的市民 得的是这个民主运动的支持者呢 都比较小心一点 我的网台节目的朋友 大部分都很小心 因为呢 在香港版的国安法里头呢 有一条是事实没有错的 所以就出来这个文版就看到了 就是谁呢 煽动对中国领导层啊 对中国政府啊 跟德国政府的仇恨 也是违反了 党版的国安法 那大家对于作为生动 走恨呢 就觉得很 这个定义很广泛了 所以呢 首先呢 你可以说是 因为呢 这个法呢 大家的范畴很广 很难掌握 大家呢 都是小心一点 第二呢 当然呢 就是大家要看看 这个法是怎么样来执行 那大家 就轻盛小心 最明显呢 就是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 就网台节目的朋友的 发源就比较小心了 第二呢 就是呢 很多朋友背了 所以大家的手机的 谁叫群主了 我叫群主了 大家的小说话了 小说话了 小说话了 我是退出了 我是用假的名字了 等等 都有这种 所谓防范的助手 您刚说 网台节目是 网络电台了 所以您注意到 最近香港网络电台的 一些节目的言论 说的比较保守是吗 大概你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趋势了 特别是提到了 中国最高领导层 习近平 中国的最高国策 大家呢 都比较多谈香港的名声 地区呢 等等的事情了 批评的这种言论 比较少了 是不是 你可以说是 减少了 少年了 主要这个两个原因呢 第一个是 它的范子很广 对 第二呢 它具体进行的情况 是怎么样 大家都看不清楚 所以呢 都倾向比较小心一点 所以也都在观望 可以这么说了 那对于学术自由的影响 大家会不会担心 学术上呢 都比较难说 因为学术上 你一种的 他发表论文 才能看到嘛 但是呢 基本上呢 在学术再提 我 月初的情况呢 是蛮严重的 因为很简单 你要是呢 给他盯上了 我是开罪了 中国当局了 你就很难尊中国了嘛 你很难尊中国了嘛 我都很难做 中国研究了 第二个当然呢 更具体的就是 你在中国做研究 你总的有一个大学 有一个研究机关 给你当主人家嘛 你不能直接跑去 自己在这个栽赏 做访问嘛 所以你一照中国大陆做研究呢 你总的有一个单位 接待你 替你做担保 所以呢 一般呢 从学术上呢 就比较实施从事嘛 也不会呢 去点批评中国领导层的 批评中国领导层的 这方面言论 比较小心 比较谨慎 那对于大家谈论 国安法的法条的内容 的讨论 是不是还是大家照样的讨论 关于讨论国安法的本身 的这个言论 态度是怎么样呢 讨论也少了 讨论也少 平常是刚刚开词的时候呢 7月1号两三天 讨论比较多 最近我留意到讨论也少了 讨论少了 主要就是你 很多人就觉得 讨论也没有意义嘛 你怎么说他还是做嘛 你也不会影响他嘛 所以这也是一般的反应嘛 不一定是平衡人的反应 主要是一般是人的反应 但是大家的确是有一点 爱莫在意生死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你怎么说 怎么讨论 怎么批评 也没有用吧 那最近您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您认识的人 有很多离开的吗 那不算很多 但是有很多人在这样的闪 因为真的要离开呢 首先你具体上 你有地方去嘛 有地方收留你嘛 第二呢 就是你生活能载决嘛 你能在移民以后能找到工作嘛 所以呢 在考虑的人比较多 你们一调查反应呢 就是37%的人呢 要考虑移民了 的确呢 是考虑的人比较多 实际上才是行动的人呢 还很难说 还很难估计 但是一般那有小孩子的家庭呢 中产家庭呢 就倾向比较最强 另外还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你现在有这个疫情嘛 要不容易离开就离开嘛 到别的国家去嘛 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说 这个国安法实施之后啊 香港社会会更加的安定和谐 那他说到时候 马会跑得更欢 骨会吵得更热 骨会跳得更好 你对他的这种说法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个当然呢 是表面的宣传的话呢 大家的确呢 是没有这种感觉 香港人呢 很多都是觉得呢 一国两次已死了 没有一国两次了 大部分人的感觉呢 就是你现在 大概你当时在生活在新增呢 生活在上海呢 这样子的地方 都是这样子的感受 你就是把香港动情呢 深入上海了 你的意志的生活呢 行为呢 要根据调整了 目前你当然呢 在这样子的高压比赛呢 当然呢 大家都是要比较低调了 目前呢 大家的古计呢 这个愤怒啊 还是类质的 就好像呢 2014年 这个建民运动以后 有好几年都很近嘛 好几年呢 许位有什么 动员不齐 不到人嘛 但是呢 这种愤怒都一起起来 那2019呢 就爆发出来了 所以这个愤怒 还是可能会累积 这个愤怒清楚的是在的 也是累积的 你香港人的整个生活方式 是非常自由的嘛 几分批评呢 几分妈妈当官呢 几分妈妈政府呢 你这样子压下来了 香港人一定不习惯的 一定不会接受的 嗯嗯嗯 等于说整个言行 还有生活方式要改变了 要变成像大陆人一样了 就是跟北京上海要都一样了 就可能很多话就不能说了 对不对 是 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嗯 而且呢 你这个党版国安法也好 这个目前呢 警方也好 政府官员也好 还这样鼓励 告密 告密的文化嘛 对 所以大家的顾忌啊 都很多了 嗯 好的 谢谢张宇硕老师 相较于香港的风声鹤唳 台湾社会对于香港国安法有很多的讨论 7月9号的这一天 在台北就至少有两场讨论香港国安法的座谈会同时举行 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驻研究员陈玉杰在一场座谈会上说 在这场座谈会上台湾的非政府组织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的李氏宋承恩说 表面上是国保障国家安全 可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全面性的 要来控制人行为 恐吓人民 要遵守它的界限 而它的界限在哪里是不小的的 它的界限现在定出来是非常宽松的 而且照中国式的司法式 任何时间都可以事后再加上再解释的 而宽松到说 甚至它不需要做这个事后的界限也不需要事后的增加 它宽松到可以就对你来拍照 这个国安法完完全全违背我们传统上认为的法是什么关系 所以我非常愿意把它叫做法 我会个人认为说它是一个统治的工具 它把统治的工具违反国际目的方式 跨领域的适用到它所不应该 是挑战所有国际秩序的 适用到它所不能无权 适用到一块领域香港 然后它的做法 是违背所有国际攻略 违背所有它的义务 违背所有国际要领域 是非常细密的把它所有的统治工具 的国家法律用表面论法的东西 定道法律 而且毫不遮掩 过去在中国是这样做而已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潜规则 现在完全写在法律里面 写在法律还真正有词说 这个就是主权之论 所以这个是输出中国式的统治 跟中国式的证据 宋承恩对于国际法却有专精 他提到英国的郭明松教授 将中共定立国安法 视为一场法律闪电战 是非常适切的说法 我们来听宋承恩老师的看法 他是趁敌之不备 而且他这个战争的后面 是一波一波接着来的 他不是一个打敌就结束 他后面还有 就是说他6月30号晚上11点 发布港版国安法之后 7月6号的晚上7月7号 又实施了第43条的实行细则 那中间都是非常的有准备 因为他定的非常的细腻 所以他是趁全世界所没有防备 也不晓得他背后有这么多的准备 至于他的敌人 为什么说他是一场战争呢 是因为他在很多的方面 会是向全世界宣战的 第一个是他对于管的行为非常的多 而且有牵涉到言论的部分 就是政治主张 特别是不被中国所喜欢的政治主张 他是想要打击压制的 完全晋升的 然后并且他的管辖是牵涉到 除了香港人 或是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也牵涉到外国人在香港以外的地方 针对香港的行为 也针对香港人在国外的行为 那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这两个加起来 就是说那个言论部分 就会牵涉到说 是不是所有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担心说 如果他今天做了中国所不喜欢的政治主张 那他如果过境香港的时候 或是到中国的时候 会受到大力的制裁 比如说关押 然后起诉 审判等等 那因此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延伸性 有一个向外 透过境外管辖去恐吓 不只是香港人 也恐吓所有世界的人 那这个东西对民主 这会是一个针对性的一个作战 他是等于要用刑法的手段去压迫其他各国的人 世界各国的人的政治主张 那所以这样在这些意义下面是一种作战 好的 谢谢宋承恩 香港国安法引发了寒蝉效应 这正是中共立法的目的 有学者说 威权统治者以恐惧来治理人民 是低成本而经常有效的做法 不过中共在这个时机点实施香港国安法 也正是因为中国内部有紧迫性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大国攻略 我们下一次再会 光复香港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时代革命 光复香港 光复香港 四代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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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会触犯香港国安法的口号 在公民团体声援香港的论坛 喊得响亮也透着一丝悲壮 主办单位也举起紫棋表示 这是在台称港人士发出的警告 中国与香港现在打压民众 即会游行呼喊口号或其他行为 已经严重破坏香港现在的法治与自由 台湾公民政线秘书长江明彦表示 而即使中国政府继续用这个港版国安法打压港人 我们仍然会持续的继续努力捍卫香港 守护我们的家园 讲者之一的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建民分析 香港国安法不能用一部法律来看待 而是一部封闭性的政治压迫体制 一部国安建制 这是与法律作为论述的先行 作为论述的门面就修复 吴建民自嘲说他不是法律专家 但是看到香港国安法制度自信四个字 法律专家也许不会注意甚至嗤之以鼻 但是他眼睛都亮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中国特别在习近平掌权称帝之后 不断有御用文人包括整个宣传国 都在宣传中国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 就说中国这一套作为模式 不但中国行得通是可以输出全球的 吴建民指出中国认为美国已经跟他翻脸 美国不只跟中国打一场科技战 可能进一步是全面性的美中对抗 中国怎么打心里有一定的计算与盘点 早在美国抵制华为甚至对中心下手之前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8年9月赴东北三省考察时 第一次讲出自力更生 任何了解中共从革命到建国的历程 经过毛泽东的时代都知道自力更生这四个字非同小可 吴建民解释香港国安法的意义就是要在香港与自由世界 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筑起柏林围墙 就是要切断香港与国际的联系 吴建民认为整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香港的态度要明确讯号够强硬 如果中国在香港问题一定程度收手 那就止于停在香港 如果西方讯号力量不够明确 它就开始扩张 这是非常需要关切与注意 因为攸关台湾未来自由民主开放的命运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香港国安法日前未经咨询增加一系列实施细则 部分条文振动资讯科技界甚至媒体 实施细则列明 香港保安局长可以授权警方要求 发布危害国安信息或内容的人士 及相关网络服务商移除相关内容 甚至限制停止任何人连接有关平台 否则警方可向裁判官申请首令 强行移除有关信息 并授权警方要求有关服务商提供身份记录或协助解密 违法者可被罚款十万港元甚至入狱 有人形容此举与中国大陆官方管控网络资讯没有区别 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 星期三对本台表示 所谓的防火墙到这一刻为止还没有在香港出现 网站和科技企业尚未进行自我审查过滤 但他认为实施网络管制技术上并不困难 南宝在中国大陆架起的防火长城不久将来会在香港出现 汪宝桥表示这是非常终极的做法 你看到很多美国公司都表明暂时不会提交用户资料给警方 所以就要看后续发展如何 防火墙在技术上一定能够做到 只要和互联网公司供应商要求构筑一道防火墙 可能政府买一道防火墙放在你的进出口就能做到 香港也只有几十家互联网供应商如果真的要做其实不能 方宝桥表示外资公司最担心的是一旦向香港警察送交资料 如果当中涉及外国人有可能会触犯其他国家的法律 包括欧盟通用数据保障条例 他估计面对最坏情况不排除外资公司会撤离香港 方茅桥说如果那些公司觉得要继续在香港执行业务 那么他们就要想办法还是说选择真的离开 抖音海外版跑得那么快也和香港国安法有关 其他国籍公司反应那么大也是考虑到有机会触犯其他国家的法律 香港资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 星期二也质疑警方会否要求供应商过滤网站 担心业界在压力下最终会关闭在香港的服务 莫乃光估计受影响的不仅是平台供应商 还包括互联网供应商手机公司等中介 例如碰到有域外讯息平台供应商难以移除 南宝会要求互联网供应商中介服务商互联网公司等帮忙过滤 确保使用者不能使用该网站 年书WhatsApp电报和谷歌等互联网通讯及社交平台日前先后表态 会暂停处理来自香港政府索取用户资料的要求 而抖音海外版TikTok更表示 未来数天内会撤出香港市场 苹果公司则表示 还没收到香港政府有关用户内容的直接要求 但该公司要求香港有关部门 根据美国和香港之间法律互助条约提交申请 除了资讯科技行业媒体也有机会 成为香港国安法桥文下的重灾区 除了担心敏感的采访能否进行 一旦警方要求媒体提交相关资料 也可能违反媒体对采访保密的要求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星星期三向本台表示 据他理解当局有权要求删除传媒在网上上载的文章等 不排除会影响大局 杨建兴表示 现在这个细则主要是针对内容 还布置于整个平台或网媒 但如果发展下去 会否继续有新的条文出现 甚至限制一些网上媒体的整体运作呢 这是不能排除的 他担心在香港国安法的阴影下 记者和传媒机构日后会加强自我审查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文海鲜高分香港报道 各位领导嘉宾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接牌 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周三 举行接牌仪式 临时办公室设在香港 陀螺湾围景酒店 酒店外挂上国徽 齐刚挂上国旗 正门有国安公署牌匾 为公署牌匾接牌的 由中联办主任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陆惠宁 驻港国安公署处长郑彦雄 全国政协副主席 董建华和梁正英 及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陆惠宁致时表示 今天的香港已经告别 国安不设防的历史 形容驻港国安公署 是香港安全的适者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他又说 中央之所以保留特定情况下 对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案件的管辖权 这在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 守住底线 新任国安公署处长郑彦雄 首次在香港露面 他表示 港区国安法 不会侵害香港人合法权益 我们将 坚决依照法律规定 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行使相关权利 我们将依法加强于中联办 外交部特派员公署 驻港部队的工作联系 和工作协同 依法以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及有关的机构 建立协调协作的机制 我们也将严格依法 理行职责 依法接受监督 不侵害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郑彦雄这番话 香港人是否相信呢 郑彦雄在2011年担任上委市委书记期间 被批评以强硬手段 镇压广东乌坎村维权运动 曾在乌坎村担任村官 现实已经逃到美国的 壮烈红认为 郑彦雄是个只看眼前利益的人 不会在乎香港人的利益 2011年9月 当时乌坎村村民 争取的只是两大诉求 村民自治权 皆讨回土地 可是 政府不但没有实现对村民的承诺 反而以一托二骗三了的手段 来整治村民 把世界核心人物 扣上勾结境外势力 打砸抢暴徒等罪名 他以村代表薛景波 在关押期间死亡为例 指官员们以各种手段 欺骗乌坎村村民 也就2011年的12月9号 薛景波随之被抓 不到20小时 薛景波被致死在陆峰的看守所 官方称是心圆性处死 实际上 他的名额去看的时候 鼻孔处有干了的血 身上有迷信 都是被打过的痕迹 他们会制造这个假的 监控视频 来欺瞒我们 说是心圆性处死 大家一看 那个监控视频 就知道是假的 另外 壮烈洪又说 当年郑彦雄 动用几千武警 特警包围整条乌坎村 村里被断水 断电断粮 直到前省委副书记 朱明国出面调停 翠明在2012年 成功争取民主选举 却在2016年的时候 遭当局求护算账 在2012年的这个 这次选举当中 确实是公开透明 历史以来 第一次我们能够 有一张公正公开透明的选票 可以去实行我们村民自治的权利 但是在后来就没有后来 其实一切比之前 面临着更加严厉的管控 这就是郑彦雄 据说处理下的乌坎村事件 香港的进展 在郑彦雄的这个国安法 以及他这个职位的管理下 那会是怎样的 大家可想而知 时事评论员桑普对本台直言 虽然郑彦雄屡次强调 将依法办事 但是他依照的涉港区国安法 因此不能排除发生昨日乌坎 今日香港的可能性 他认为郑彦雄得到中央政府任命 肯定对香港起了正式作用 让香港人乃至一些逃到海外的乌坎村民 也举着写有昨日乌坎今日香港的指牌 担心香港未来的政治局势 至于被问到香港会否成为下一个乌坎 他说只是时间问题 你说会不会大幅度像乌坎事件 你说会不会发生像乌坎村事件般大规模去镇压香港的事件呢 我相信可能是时间问题 我认为在9月之前 因为9月有立法会选举的关系 中央不会希望加速美欧等联盟去制裁中国 会稍有收敛 但9月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很难预测了 在乌坎村事件后 郑彦雄在2013年出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在前年成为广东省委秘书长 并在去年1月起兼任广东省委常委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日阳香港报道 港区国安法6月30日23日在香港落地实施 之后有关机制迅速配置完成并开始运作 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议题的分析评论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德色认说 中共制定港版国安法的依据 其实不是基本法第18条第一款 既把全国性法律列于福建三在香港实施 而是第18条第4款 任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 危机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 因而整同进入紧急状态 要在香港实施全国性法律 香港现在的最高行政机构显然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主席是特首林郑月娥 但华世人是北京指派的国安顾问 骆惠宁 骆惠宁的最高职员是中共中央香港公委书记 原本没有合法身份指挥特区政府 只可对中国驻港机构企业8号实力 如今就可以透过国安委实现党对于特区政府的领导 香港明报的社论说 港区国安法实施一系列维护国安人士任命相继完成 最受注目的特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一职 由总领办主任骆惠宁出任 港区国安法下一个新的管制架构和政治秩序 正在香港形成 具体磨合情况 似乎实际权力分布和运用 由台湾学者形容港区国安法的诞生 源于三方的误判 中共高估了特区政府处理示威运动的能力 港府低估了示威运动的后座力 示威者和反对派 则低估了中央处理国家安全主权问题的决心 香港社会两极化 不同政治光谱人士对港区国安法的看法 南辕北辙为相信所有人都认同港区国安法 为香港带来深刻变化 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 香港曾是西方在中国的最前线 当双方关系稳定或共同利益大于分歧时 香港的地位得天堵厚 享受西方与中国的双重利益 但当中西竞争大于合作时 香港就成了西方与中国对抗的基地 香港民主派因此把香港称为西柏林 认为中国对自由世界造成贸大威胁 坚持这个阵地绝不能丢 但也正因如此 中国必须兼必亲眼 6月30日出台港区国安法 看来西方要维持在香港的优势 已越来越困难 北京对港区国安法立法势在必行 任何中南海领导人 都难听任香港街头暴乱持续 寄出国安法已让一些港独组织宣布解散 部分民主派人物宣布退出政策 要求北京收回国安法不可能 如果美方制裁 北京也已准备好对等手段反报复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永宏的评论说 北京香港社会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三者之间 存在一种大家不明说却确实存在的认知差异 即香港到底是谁的 毫无疑问 中国坚持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亚边战争被迫割让给英国 但一些西方媒体的表述中 1997年并非香港的回归 而是主权移交中国 这些年来一些香港精英与西方评论的自理行间 则不是透露这样的意思 香港虽非独立政治实体不具备独立的条件 却又不完全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是为国际社会所共有 这里论调或者强调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 做过在香港有的巨大的利益 或认为香港现状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 因此国际社会有责任共同维护 不容北京破坏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港人还会理直气壮的到美国 德国去要求外国阻止大陆对香港的欺压 事实上这几年里香港的社会抗争 包括反对修订逃犯条例 美国对香港抗争的支持 在千头万绪的原因之中 也包含着主权的角力 北京强行定立香港国安法所发出的信号 也包括宣誓主权 拒绝指当香港的代持者 以上是海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 在香港为您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许波 中国人大常委会6月30号通过香港国安法之后 美国国会火速制定针对中国和香港相关个人和银行进行制裁的香港自治法 众议院7月1号通过 参议院2号通过 目前法案已经送交白宫等待总统签署生效 显示美国政府不妥协的决心 观察人士注意到 这部法案 毛头尖锐 对象明晰 以美国的全球政治金融支配地位 对中港相关官员和实体 以及与之有往来的金融机构进行制裁 香港建制派议员形容 这部法律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一个加纳版 那么美国有多大决心实施这部法律 一旦实施对中国和香港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面临国际压力 习近平及香港国安法能走多远 今天参加我们讨论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胡先生您好 您好 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历史学者 独立时评人张立凡 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好 好 我们首先呢 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看 我们看到是6月30号 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 那么第二天也就是7月1号 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自治法案 接下来一天也就是7月2号 参议院通过 目前呢这部法案 已经送交白宫 特朗普总统将在10天之内 把他签署成法 或者否决 我来请教 纽约的胡平先生啊 外界呢 用火速二字 来这个形容美国国会制定 并通过这一部法案 并且预计呢 总统也会相应 把他尽快的签署成法 显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 不妥协的决心 那么胡先生 您怎么看这部法案 这部香港国安法是十足的恶法 中国的香港自治法 对总统 对制裁对象的豁免权有所限制 那么往常这种情况呢 你国会提出制裁对象的名单 总统可以豁免这个 豁免那个 但是现在这部香港自治法就提出呢 总统如果想豁免谁 必须要向国会做说明 要征得国会的同意 那才行 那么这一点恐怕特朗普 不会喜欢 那记得去年国会通过 那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时候 特朗普签署 他就加了一句诞书 加了一句声明 就表示对那个法案的有些条款 是有所保留 那么这里呢 其实特朗普就认为呢 外交大权是属于总统的权限 他不喜欢国会过多的插手 前年其实 国会通过一部关于台湾的法案 当时特朗普也就加了这么一句声明 所以呢 如果特朗普对这个香港自治法 也要表示有所保留的话 那并不表明他不支持这个法案 所以这点我们应该清楚 因为这个国安法实在是坏到家了 所以美国政府呢 肯定会这个全力以赴的 表示反对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 那么目前呢 我们都知道 美国呢 这个几乎在所有重大的问题上 都是以党派来划线 出现巨大的分歧 在国会尤其是如此 但是香港自治法案 这个他的通过不仅呢 我们看到不仅是争分夺秒 而且参众两院都是啊 几乎是一致通过 是叫无一役的 这个一致通过 那么显示呢 这个这项制裁法案 具备两院 这个跨党派的一个高度的支持 那么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 在这种情况下 您认为总统把它签署成法 会有问题吗 像刚才胡欣先生担心的那样 会出现一些肢解 那么您认为会有这种问题吗 为什么美国这一次 这个两党在香港问题上 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这个还是有 我们中国和贵国 还是从体制上 从立法体制上有很大的不同 你看这个 我们这边也很火速啊 这个要抢在7月1号之前 把这个所谓的国安法通过 这个也是加班加点的 而且据说也是有最高指示 所以你看在通过之后 也就是马上就签署了 所以这边的快车 比你们可能还要快 那么当然这个刚才 胡欣先生讲到他的担心了 我觉得这倒也不错 这也是对这个 特朗普总统的一个考验 就看他到底是 还有我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他是政治家 他还是资本家 我们可以借这个问题看一看 观察一下 特朗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是不是很鲜明 那么还有一点 我觉得现在这个说到两党会不会一致 就是为什么会在香港问题上如此一致 这就跟我们这边又有一拼了 我们这边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大代表或者是人大常委 他都是被党负责 对领袖负责 不是对选民负责 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是被选出来的 但是贵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因为两党都要争取选民的选票 都要去迎合美国的民意 而美国的民意在今天来看 在这个疫情问题上 疫情的传播问题上 在香港问题上 贵国的民意几乎是一边倒的 那这个也就是说 两党要赢任何一党要赢得 美国今年这个十一月的大选 就必须讨好选民 这就是两国制度的不同 谢谢 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部法案的内容 一点都不复杂 主要包括两项制裁 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和香港基本法中对香港人承诺 推动港版国安法 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和实体 施加强制性的一级制裁 此外 对所有与其有业务来往的银行 施加二级制裁 我来请教胡先生 您怎么看这两个制裁 为什么有香港建制派议员呢 把这个美国自治香港自治法案呢 称为加纳版的这个先前涉党法案 美国先前涉党法案 这个一个加纳版 为什么这样说 确实和去年美国通过的香港人家民主法案相比 这次通过的香港自治法案 可以说是个加纳版 它主要就两条 一条呢是制裁的门槛降低了 除了原来就是制裁的对象之外 还加进了这次参加审议和通过 香港国安法的那162个全国人大常委和人大代表 另一条呢就是加强了这个进一步制裁金融机构 你按照现在的香港自治法案 那么受到制裁的人士 他们可能会冻结资产 禁止入境 另外主要是被制裁的那金融机构 那会受到种种的限制 种种的禁止 包括禁止向美国的金融机构借贷啊 禁止外汇交易啊 禁止银行交易啊 禁止什么股权和投资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和原来相比呢 确实这个就其广度和就其力度而言 都是有很大的加强 因此被称为所谓加纳版 那么制裁的范围和这个它的对象 以及它会有多大程度的这个效力 那就要看涉及多少这个官员 以及多高层级的官员 法案在生效90天之内呢 这个按照法案规定啊 在生效90天之内 美国国务卿将与财政部长进行商议 来指认就是说未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 和香港基本法对港人义务的个人和实体 并向国会有关委员会及领导层提交报告 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 您预计这个中港多高层级的这个官员 会成为制裁对象 为什么要留下90天的这样一个观察期呢 此前我们看已经有两位常委啊 被提名列入 那么当然这还不包括这次就是162人举手啊 那个通过的这个法案 当时主持会议的那位常委 所以说现在来看 可能至少有三位常委级的大佬啊 都会面临这样的风险啊 那再有就是相关的银行 这点我觉得就比较厉害了 就是说如果你帮助这些人 转移他们在美国的财产 或者出售他们在美国的财产 或者有任何的啊 这方面的外汇的活动 所以它这个这个自治法 它规定禁止处理任何美国范围 管家范围的外汇交易啊 禁止美国管家范围的任何信贷和支付交易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 将会冻结这些人的财产 那这个这个做法来讲啊 当然头一条我们看有一个是禁止被制裁公司 或个人买卖或持有美国物业 那就是说不仅包括他们的投资啊 他们的股票还包括了他们的不动产 我觉得这个对很多在这个就是中共在美国 所有巨额财产或者是在美国置业的这些官员来讲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而且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 现在我觉得通过这162人一举手 其实就轻轻松松的 他们把自己送进了这个制裁名单了 当然除了这以外 可能还有香港的官员 还有香港什么这个新人民的这个国 这个这些国安方面的执行国安法的官员 这些人我觉得可能都悬 当然了我觉得这中间还有一点就是 很可能中国领导人很喜欢这样的局面出现 因为本来他控制不了这些人的财产 但是如果美国把他们这些人的财产都冻结了的话 那么他认为党内的这些人只能死心塌地的跟他走了 也可能他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也可能产生另外一种倾向 就是大家觉得都过不下去了 干脆散伙 干脆咱们把这船造成了 散伙 那如果出现第二种局面 我觉得对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来说 是一个灾难性的 颠覆 谢谢 好的 那么无论哪一种这个效果 或者哪一种后果出现呢 这个都能显示出 这部这个香港自治法案跟以前的制裁措施不太一样 这是一个带牙的法案 或者说呢 像香港那位建制派议员说的 是个加辣板的 带辣味的 这样一部制裁法案 那么我们说美国的动作迅速 我们看到中国反应也不慢 就在美国国会两院通过这个香港自治法案的第二天呢 中国外交部就发表了一篇长文 中国各大官媒都已经转代了 这天长文的题目就叫 关于涉华人权问题的各种谬论及其事实真相 这个长文当中涉及的15个方面呢 其中有10个方面都是在为制定香港国安法进行辩护 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 您如何看中方的辩解呢 这个外交部的万言长文 它是针对国际社会对香港新冠疫情和新疆问题的强烈批评的一个回应 前文主要谈的15个问题呢 其中10个都是谈香港 而谈香港问题呢 中间的重点是关于就是所谓国安法 另外安叔就这么辩护啊 他说这个国安法没有违反国际人权公约 没有违反基本法 没有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他就强调说你们西方国家也有国家安全法 为什么我们中国就不可以有呢 因为这个关键问题就是 按照基本法23条 这个国安法本来是应该由香港自行定立 可是这一次呢 却是由全国人大越族带袍 把国安法强加给香港 这是外界批评的最主要的理由 而对此呢 中共呢 你看这个万言书的辩解就非常无力 他也说 确实这个本来是应该由香港自行立法的 可是由于23年以来 由于反中乱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极力阻挠干扰 相关立法一直没有完成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央政府有权利也有责任 全不漏洞 离不缺失 这样的解释他为什么由中央政府来立 可这一点呢 恰恰就证明了你 这个做法就完全破坏了一国两制 因为你一国两制本来的意思就是说 香港要保留他们原来固有的 经济制度和司法制度 早先香港的司法制度和中国大陆的司法制度 两者之间是有一道防火墙的 你说去年那个香港想通过逃犯引渡协议 为什么遭到那么大的反对 那就是说 你来了这么一个引渡协议 那等于是在这堵墙上打了个洞 你现在倒好 现在干脆把墙不要了 直接过去了 所以这个由全国人大通过了这个香港国安法 实际上就是已经剥夺了香港的独立的那个司法制度 就已经把两制变成了一制 而在这个最要害的问题上 这篇外交部这篇外言成文的这个辩护 完全是没有力量的 好的 那么中国外交部的文章 我们看到了 他说美国和西方充满对中国的无知和偏见 导致巨大的这个误导和误解 外交部呢 希望用事实说话 用真理来讲真相 用真相来讲理 那么请教张先生 您怎么看中国外交部的在涉港问题上 他所列举的事实和真相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笑的这么一个万言书 本来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没有注意到啊 这个中方的说法和这个媒体所报道的事实 有这么大的差距 但是呢 中方这个外交部把它一一罗列出来 然后呢一一加以辩解 结果呢 反而是越抹越黑 所以我们也没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把它所有的荒诞之处全部指出 我想只提一点 这很有意思 他就是说这个提到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他说这个是对港的基本方针 是中方的政策宣誓 已经这个充分体现在基本法里头了 而中方有关政策的宣誓 不是对英方的承诺 而是这些政策都没有变 我就很奇怪 就是最近就是关于中英联合声明这个这个话题 重新被这个中方提起来 被中方的外交部被中国的驻英国大使提起来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此前 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已经声明了 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个历史文件 无具备现实意义 可是回过头来你看最近 这个关于英国要给这个所谓这个BNO 就是英国的海外这个公民 就是有这个香港的这些英国海外公民 以这个五年的居留权 还可以这个成为入籍成为英国公民这一点 然后中方就又重提 说是这个英国当年对中国有承诺 什么承诺呢 其实就是在中英联合声明的那个中间 英方当时是承诺 就是如果你履行这个声明 我们就无需再给这些人新的身份了 那到底中方是承认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还是不承认这个联合声明 到底这是一个历史文件呢 还是一个现在仍然有约束力的文件 我觉得这个事情中方自己就搞糊涂了 而且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国与国之间的这么一个外交文件 也不是你中方单方就能规定的事情 有很多属于你的国际义务 那比如当年只是永久隔让香港 这个但是新界这个大部分地区都是租界的 而中英联合声明的有效期应该说到这个50年以后 也就是比较50年以后 有可能你可以说这句话 说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个历史文件 但是现在仍然是一个有效的文件 所以中方在这方面就完全是自强矛盾 谢谢 好的 那么现在呢 中共已经完全私下了这个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的这个面纱 那么它在这条路上能走多远 基本上现在看起来呢 是取决于国际压力有多大 很多港人对于西方国家对北京的反应不够有利 而感到不满 一些观察人士呢 也感叹西方国家所能做的选择不多 我来请教胡先生 这就让我想起呢 这个美国斯坦福大学胡福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戴亚门教授 Larry Diamond 他呢 说过的一段话 他说一旦北京 那是在去年这个香港抗争正激烈的时候 这位这个戴亚门教授说 一旦北京决定动用军队 或者呢一些啊 用一些与本地安全机器相结合的手段来掌控局势 那么很不幸 西方社会将没有人来骑马 拯救这些香港民主人士 我们也没有能力 没有法律地位进行干预 这段话我们在我们这个节目上曾经讨论过 我来请教胡先生 您怎么看 目前西方国家对于北京 强推香港国安法这个反应 美国做的够不够 其他欧洲国家 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做的够不够 我也想起戴亚门教授去年的讲话 那除了戴亚门之外 还有一些西方学者 还有美国政府官员 也讲过类似的话 所以我觉得呢 港人没有理由抱怨美国反应不利 因为从一开始 美国人就很明确地告诉港人 他们支持什么 不支持什么 他们能够做什么 不能够做什么 他们支持和平抗争 不支持勇武派的接头暴力 支持争取民主 争取普选 不支持香港独立 那如果港人坚持和平抗争 坚持争取民主 争取普选 那么美国有能力 有效地阻止北京强力镇压 但是如果港人采取勇武暴力 把独立的口号喊得非常响 那么如果北京采取强硬路线 强力镇压 那美国确实就没有能力 也在法理上没有依据 去有效地阻止 那么很可惜呢 就是香港的勇武派 没有接受美国人的这个劝告 那香港的合理非派呢 也主要也是因为这个 所谓不革席的口号 没有对他们的战友去去劝阻 结果今天就出现今天这个局面 那美国人应该说 已经做了他们能够做的 已经摆出了全面这个 应对北京的这么一个立场 因此我觉得美国说 已经做得很相当不错了 至于欧洲啊 那别的国家呢 倒还可以进一步做 那英国已经表示 他们愿意为港人避免 躲避北京的政治迫害 提供一个安身之地 但是话要说回来 他们英国没有能力去阻止 政治迫害这件事本身 他们只能为遭受政治迫害的人 提供一个安身的地方 另外呢加拿大也提出 要暂停和香港的引渡协议 我想这一点很多其他的欧洲国家 包括德国 他们也可以这么做吧 其实去年一开始的时候 刚刚要通过修理的修理的时候 德国政府就已经表示过 如果通过修理 德国会终停止和香港的引渡协议 那么现在你这个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 比去年的修理更厉 来得更狠呢 那当然德国 我觉得理所当然也该采取 这个像加拿大一样 要停止和香港的引渡协议等等 也就是对其他西方国家来说呢 确实还可以做得更多一些 那么北京现在至少 从表面上看来呢 他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干预不屑一顾 非常亲密 就在几天前 我们看到人民日报一天 措辞强硬的社论 就是以美国的制裁 只是废纸一张或者一张废纸啊 来结尾的 那么中国的著名 外交部的战狼发言人 赵立坚也重复过这句话 我来请教张先生 北京真的对西方干预和国际压力 国际压力不屑一顾吗 中共在强力 在这个强推国安法这方面 香港国安法这方面呢 能走多远呢 您预计 我觉得死要面子活肉醉这一点呢 也是中共的一个传统 所以呢 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不会让步 但是呢 他们有可能把这个制裁造成的这些个后果 让中国的老百姓 让香港的老百姓来承担 当然他们自己也 当然他们自己也 其实他们自己这个管钱的人 管财政的人 他们也知道了 也很清楚 就是国际制裁 将会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压力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你看一看 刘鹤最近在陆家嘴论坛上的这个简化 你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就是一方面是这个主政的老大 在那这个高调的这个对抗西方 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就是实际上管家的这些人 包括像黄岐帆这样的人 他们都在为中共这个制裁下的中共 今后怎么走 他们在表达忧虑 在找出路 这个呢是一个很 他不能说他完全是不屑一顾 其实他们是很在意的 但是呢 我觉得中共在强推这个国安法这方面 他会继续走下去 这个我以前就分析了 这个是性格决定命运 就是说呢 这个领导人就是这样的性格 就是你们越反对我 越要做这么一种性格的人 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 不但他的同僚们 他的这个 他的这些臣民们 得跟着他去受 而且呢 这个不撞南墙 恐怕也不会回头 真正撞了南墙 是不是回头 这都很难说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 是在 是不是会停止强推这方面 我觉得前景暗战 嗯 好的 那么决定 习近平能走多远的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中港两地的一个内部民意 香港有一个最新民调就显示说 尽管在目前的这个高压形势下呢 多数港人仍然赞同美国对香港的制裁 也就是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但是中国内地就不一样了 在香港问题上 中国内地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表现的最为激烈 我们这个节目啊 能充分感受到这一点 我来请教两位嘉宾 这个你们怎么看中港两地的这个民意呢 我看现在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对不起 可能只能请教胡先生了 胡先生您简单跟我们说两句好吗 多数港人赞成美国取消 香港的独立的关注区地位 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 这就反映出香港人的这种执着和悲情 而大陆内地反映出的民意呢 基本上应该是一个虚假的民意 因为一方面他长期的对不同声音 加以严厉的打压发不出来 另一方面呢 他要对香港问题的各种信息 去散布一些虚假的 或者是一些片面的信息 这样很大程度误导了国内的民众 所以才要今天我们看到 这样子的所谓一种民意 它的真实性其实大可怀疑 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时时大家谈讨论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 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的参与 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 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许郭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由于新冠疫情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暂停现场主播节目 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 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 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 如果希望留言 中国道路观众请播 零零八五二三零零一七五六零 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 零零二八五二三零零一 针对美国对于香港国安法的一系列反制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八日 以台湾是否成为下一个香港为标题 刊登了华盛顿智库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 亚洲事务的副主任格林 和曾在奥巴马时代担任白宫国安会 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麦艾文的共同投书 提到除非美国能展现决心与能力 用以抵制中国的胁迫和侵略 否则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得出结论 未来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风险成本很低 文章说美方首先必须改善 与欧洲和亚洲盟国的合作 除了具有上坚意义的联合声明外 也需要更多的外交手段 对北京施加压力 但是在此之前 特朗普政府必须停止对各国的挑衅 寻求各国的合作 另外该文也提到更多方面的外交制裁 包括美国与其欧洲和亚洲盟国 也应该考虑提供香港公民居留权和公民身份 格林接受本台访问时说 虽然这个举措与特朗普政府 目前的措施背道而驰 但会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这样做能对香港表示支持 对于香港商业和经济 及学术领域的精英们说 到美国 英国 夏娜大 澳大利亚来 中国不值得 此外文章也提到 美国需认真看待 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威胁 除非美国明确始终如一底 向北京传达对两岸关系的担忧 即使是机敏的外交和军事准备 也无法保证台湾的安全 对于台湾的处境 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肖良奇 通过电邮回布本台 中国认为香港和台湾 处于一国两制的同一框架下 因此香港局势 无疑对台湾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 使台湾人民越来越远离北京 中国通过《香港国安法》后 国际间不仅发表联合声明谴责 美国国会也通过《香港自治法案》 要求特朗普政府采取一系列的制裁 包含对参与削弱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员 实施签证限制 取消香港特殊贸易地位等等 这无疑使中美关系更加紧张 根据彭博社报导 特朗普政府据传正在考虑 以限制香港银行购买美元能力的方式 来削弱港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 借以作为惩罚中国大陆实施港版国安法的选项 不过美国政府内部看法不一 有官员担心此举只会伤害香港和美国银行 美股甚至可能暴跌 目前此方式在国务卿蓬佩奥的 公务们的讨论中被提出 但还未能提升到更高的决策层面 路透社也在周四报导 中国银行正在修订应急计划 为美国可能的制裁做准备 报导说 包括中国银行和中国商业银行等中国国有银行 正在为可预期的最糟状况提出应急方案 包括可能面临被禁止以美元进行结算 对于中美关系是否更加恶化 格林提到北京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愿意承担国际风险 并拥有更大和更具强制性的工具 他还说 美国长久以来一直努力阻止敌对的霸权统治太平洋 香港的情况正提醒美国 实现这个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品杰 华盛顿报导 中共本月初执意在香港强推国安法 所侯香港的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 司法独立 著名美国记者潘文在华盛顿邮报刊文说 港版国安法最令人担忧的部分是其中无言的含义 即这部分法律可能成为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蓝图 他说事实上中共此举是朝着准备武力对付隔海相望的民主台湾迈进了一步 那么香港的今天是否成为台湾的明天 这是否就是中共的意图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和分析 一位是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宜中先生 赖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的 另外一位是香港的资深媒体人 时事评论员程翔先生 程翔你好 你好 大家听众朋友好 好的 那么欢迎两位 那么首先我想请问香港的程翔先生 那么事实上就是在中共强推香港国安法 在7月1号应该是说头一天晚上开始生效 那么这一天香港民众是涌到了街头去进行抗议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王之锋等人 他们是公开的发表了这个声明说他们脱离自己的这个组织 那么还有就是说一些被中共认为是港独的组织 都是公开的表示他们要在香港的关闭他的这个总部 那么这些行动是受到了大家的这个理解和支持 但是呢与此同时呢这个程翔先生我想问你这样的这么一做的话 是不是让中共觉得他的这个强权的做法是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这个作用呢 这种增压的手段出来了以后呢 当然在香港马上已经引起一些恒常效应 除了这个他图书馆就主动把很多这个有独立倾向的书籍 或者有这个支持雨上运动啊 或者是仿修力运动的书都全部下架 连这个这个书长 七月份要开的这些书长的书商 现在都在很头疼 就是要不要在书长上面呢 就是出售他们本来已经出版的一些 关于这个香港民主的进程的书籍 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社交媒体 纷纷都出现这种退群的迹象 或者要求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面的贴纸的删掉 这种非常瀟沙的气氛已经降临在香港了 那么从中共的角度来看 他当时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措施 使到香港能规范一点 但是呢问题我是觉得呢 你如果用这种强权来压制老百姓的声音的话呢 那这个所谓的安宁并不是真正的安宁 而是在云浪更大的反抗 我们知道他这个推出这个王法呢 他说有两个目的 就是一个要实现自权的回归 一个要实现这个所谓人心的回归 那自权的回归 他们老说是第二次回归嘛 第一次回归是1997年是主权的回归 他们抱怨老抱怨 这二十几年来 只有自权 只有主权的回归 还没有自权的回归 更没有人心的回归 所以他这次推出这套东西呢 就想达到这个自权的回归 再加上呢就是人心的回归 但是你想想用这种高压的手段 来剥夺香港人本来已经享有的自由 你这个做法能够达到这个人心的回归嘛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次这个做法呢 完全是跟他们的人心回归这个目的 这个背道而前的 好的 谢谢程翔 补充一下刚才呢 说的是胡王之空的 他的这个重置这个组织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台湾的这个赖先生 那么事实上呢 就是美国著名的这个记者 Penferage 判文呢 他判文华盛顿邮报 那么他说呢 事实上就是说 这个港版的国安法呢 很有可能就是中共将要用来对付 台湾的一个蓝本 当然与此同时也有另外的意见说呢 呃就是说台湾和香港呢 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的期间 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别 所以呢 您怎么看他的这个评论 我想哈 就是John Palmer他的那个 那篇文章 其实台湾也很多人在看哈 那基本上来讲 我们的理解是说 呃 香港和台湾对于呢 中共来说 中共他们在对台湾 当然是要求是说 以一国两制统一台湾 但是呢 对他们来讲哈 要吸引台湾 能够接受所谓一国两制 实际上香港 是很重要的一个效应 所以 有所谓的 香港是个垂范效应的 这样的一个讲法 那所以说现在台湾来像 那个如果说发现 这个 港版的国安法 让香港一国两制 已经完全去泡影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 大家所想到的是说 是不是中共他也跟着 把他的对台政策 也出现相对应的改变 就是说既然他都可以 把香港所谓一国两制 都把它撕毁掉了以后 那么所谓的 那香港就没有所谓 垂范效应 那是不是对台湾 基本上所谓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 这样的政策 也就跟着没有了 所以说特别是 和平统一这个部分 所以这也是很多人 他们会开始在怀疑 那未来对台湾 特别是中共 他们看到 他在台湾 不管他怎么样的事 基本上 他的那个体制 他的专制体制 就是没有办法 受到台湾人民的接受 那所以说呢 那个用各种方法 都已经笼络不成 干脱就来硬的 那也因此 大家会 很多人会来怀疑说 是不是这就代表了 中共他现在对台政策 开始把武统的这个东西 把它抬上台面 那甚至最少来讲 就是把武统 它的层次 它的成分把它加多 所以说 这是很多在台湾 这边的一个分析 那当然 有关于是不是香港 港版国安法 就是用在台湾 我是觉得 其实你看港版国安法 38条 它已经要统治全世界了 那因为他开始讲 任何人 不仅在香港的人 任何地方 在香港以外的地方 你做出这个 他认为 危害香港国安 或者是说 甚至有所谓的 让那个香港 或者是中国人民 对于香港的特区政府 或者是中央 有这个不高兴 那这个都是违反国安法 都可以来追诉 所以说 实际上也不需要 特别用这个法 来规范台湾 它光是 港版国安法 就规范全世界了 它可能也把台湾 也包括在里面 但所以说 大家现在所关心的 还是在于说 当这个 一国两制在香港 已经没有了 那么这个 是不是表示 它对台湾的政策 也出现根本的变化 特别是武统 这部分 是不是会变成未来的主轴 这是现在大家在观察 好 谢谢蓝先生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 在香港的这个 程翔先生之上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中共有一个非常 一个知名的 这个鹰派的 这么一个人物 这个名字叫李肃 那么他呢 在港版的国安法 在香港实施之后呢 他马上上到这个社交媒体 去大声的欢呼 他说 这个就是解决台湾的 这个解放台湾的 关键的一步 我想请问您呢 就是说 他这么讲究竟呢 是只是秀一秀拳头 出于他的这个 一贯的思维定势呢 还是他的确说出了 这个中共的心里话 那么事实上呢 李肃呢 也到台湾去进行过演说 他也公开的表示 在台湾公开的表示 要提倡这个武统台湾等等 就是这样一些现象 那他呢 也因此被台湾政府呢 现在是细致入境 那么您怎么看 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个 中共对台湾也好 对香港也好 都有 都用过一句话 就是 留倒不留人 留倒不留人 这句话呢 最早是用在台湾的 我们知道 有好几个 这个 解放军的将领 都曾经说过 要把这个台湾 炸到西包岸 然后才来重新建设 那么这 这句话出来了以后呢 在台湾是引起很大的震动 然后呢 他最近在香港问题上面呢 他也是出现了一个 留倒不留人 这句话 就是说 你们 香港人 你要走的 你走吧 你走了以后呢 我们从大陆 能够再派很多人进去 所以他们 就对共产党来说 他们并不在乎人命 对他们来说 人命只是一个弱体而已 他们在乎的就是很 很这个 所谓的主权 他们可以为主权呢 为了所谓的主权呢 就是不惜这个牺牲人命 所以我觉得呢 是共产党一贯这个手法 因为他们只知道镇压 除了镇压以外 除了武力征服以外 他们没想到别的办法 来解决中共面临的问题 如果说这个主权 对他们来说是真的这么重要的话呢 那不好了 我来问一下 为什么这个最近在中国大陆 这个海山伟的事情 闹着这个中国民众跟这个俄罗斯 好像都干起来了 为什么你 你主权对你真是这么重要的话 为什么你可以对这个俄罗斯 放弃 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呢 所以 所以对于 对于中共来说 主权 还不是真的它很关心的问题 而是它要 要这个台湾人民 在香港人民 贴贴符符地服从共产党的统治 在裁设它真正要的东西 对它来说 共产党的统治权 是最重要的 高于主权 高于人民的生命 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看它 对于这个北方领土 这么轻松的放弃掉 然后呢 就对台湾 对香港 就动不动用 主权来压 压人民 就是看到它 它的虚伪的地方 它真正在义的 就是共产党的执政权 不是主权 也不是人民的生命 总而言真的就是 它的统治是高于一切的 那么谢谢陈强先生 接下来赖先生我想问你 我们还是顺着刚才这个思路 刚才你也谈到 中共的这个对台的 所谓统一的这个思路呢 可能是不是把武统提到更大的 更高的这个议事日程上 那么其实还是讲的这个李肃 那么他的言论呢 就是说 对于那些不服从的 我们抓几个就是了 抓了之后呢 给他判死刑 当然不需要马上执行 需要给他这个 来一个一年的缓刑 你看他服不服 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言论呢 就是说我们也看到这个 中共的在香港 现在就是这么做 就是这么实施 那么还有呢 对之前的这个支持 致力于这个推动 中国大陆民主的李明哲 台湾人士李明哲先生呢 也是同样的这个做法 李明哲先生呢 现在呢 也是在中国仍然是被 是被这个关押之中 那么赖先生 您是不是可以看到的 就是中共对台湾的这个思路呢 已经是非常的这个清楚了呢 我想啊 就是说 当然我们不会因为几个某些 自号称学者 因为李素伟碰过 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就是我会根据某些个人 然后把他们的话夸大为 就是说这就是北京 他对台湾的政策 或他的想法 当然有可能北京是透过某些人 对外面吹风 想要塑造某种氛围 但是我们所看的还是北京 他们官方 他们自己所讲的 以及他们实际上所做的 当然啦 就是说 以那中共他的记录啊 大家实际上对他的这个信用 实在是 不晓得该怎么去相信 特别是之前想过香港50年不变 就现在呢 23年就给他变了 所以说这边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就讲到说 所谓最台政策上面 用的这个武统 和那个刚李素所讲的 就是抓几个人 把他抓起来杀掉 或者判个死刑 就能够振折 如果这样的话 那台湾在当时 国民党的统治之下的民主运动 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嘛 所以说 我想那个李素那样讲 不仅是在 他不了解台湾 而且他在侮辱 包括台湾也包括香港这边 人民在追求民主 以及他的人心的这个趋向 而且他实际上 他也在侮辱中国自己本身 也有相当多的人民 他们也是实际上 是对于民主自由 有他的一个渴望 好 那所以说回过头来 我想 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是在于说 如果说我们知道 我确定了中共 他们现在把武统的这个方针 把它列的比较高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以及啊 在自由世界 在西方自由世界 不仅是先对香港 怎么样 在帮助香港的人民 他在面对国安法的问题上面 要怎么去处理 以及啊 我们怎么样 塑造一个氛围 或者是建构一个有利于啊 这个民主的一个区域的平衡 使得中共他们这样的一个作为 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对外扩张 也因此在这边来讲 当然那个有的人 他的分 他的讲法 分析的那个界限的方式不一样 像台湾有一些的朋友 他会认为说香港实际上就是 冷战时代的西柏林 好 那如果说就放任香港 当然香港他现在是在中国的主权的统治之下 但如果就放任香港 就让中共就直接这样子狠气的走过去 一点这个他 一点代价都不付的话 那么实际上你要叫台湾人民 要相信西方自由世界 而且在台海有时候会来协助防卫台湾 那样的信用度实际上对台湾人民就不会变得太高 好 那另外一点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香港他的这个 有关于他的那自由这个地方的防卫的 这个作用能够出现的话 或者是说中共他发现他即便他有办法真的拿到相 但是他所付出大家会变得非常大 那我觉得实际上这个对于嚇阻中共他进一步的扩张 同时在那个中国的内部来产生一些新的 这个对于自由渴望这样的一个种子啊 会变得非常有用 那当然那个最糟糕的就是说 香港就这样给他给 就放弃掉了 好 那么到时候台湾将会单独面对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那对台湾来讲 那绝对不是那个非那个大家所乐意见到的事情 好的 谢谢赖先生 那事实上呢就是个别的鹰派人士他们的这个言论的通常 可能就是一种滑种取宠啊 那么接下来程翔先生 我想问您就是说呢 明年2021年呢 是中共这个建党100周年 那是不是习近平会想要用这个台湾来对中共来祭祈 起了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有这样一个野心 那我想问您呢 就是说呢 呃 现在中共他面临的这个政治和经济环境 呃 是否足够的能够支撑起习近平的这种 呃 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野心呢 呃 呃 我们知道就是呃 习近平他的中国梦 就呃 经常提到两个这个呃 呃 一百年 第一百年就是建党一百年 第二一百年是建国一百年 那么他说这个建 到了建国一百年呢 就是要实现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然后呢 这个标志 建国一百年的标志就是二零四九年 这个标志呢 就是要实现这个呃 呃 台湾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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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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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这个台湾的统一呢 我觉得应该是够强 因为他现在面临的问题呢 呃 呃 内部的不稳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他不一定明年就敢对这个呃 呃 台湾来动武 呃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排除他还会从呃呃 往这个方向去走 因为习近平他 两年前呃 呃 取消这个这个宪法里面 对任期制的你你你你规定的时候呢 他就提出 要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的的时间内呢 呃 要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呢 他把把解决台湾问题呢 呃 当成他说服人家答应他把宪法里面 对任期制呃 呃 这条取消的一个非常大的接口 那么 所以他在这方面呢 他还还会继续被加压 但是能不能就在明年 建党一百年的时候 就就来对台动武呢 呃 我我我觉得还是有点保留了 因为他目前就只 这个军事方面能够做到 这么这么呃呃 呃 这个准备工夫做得这么好呢 我还是抱有很大怀疑 嗯 好的 谢谢程翔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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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身就是由中共所刺激起来的 毕竟在20年前没怎么听到港独这个词 那么同样的道理 就是台独呢 也是由中共刺激起来的 有这么一个说法 那我想问您就是关于这个 台湾独立这样一个说法 它的这个历史的原因 还有一些现实的因素 主要的是哪些呢 我想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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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完全被中共刺激起来 因为在1947年2228之后 的确在台湾的社会里面 就已经有蔓延了一股 就是说对于国民党 对于中国这边高度不信任 认为说台湾人必须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 不然的话我们还继续被外来的政权屠杀 这样的一个很深切的一个历史的体认 所以说这是直进于本土 让人民寻求出头天这样的一个很素朴的一个诉求 那当然在国民党执政的后期 呃 原先的这个镇压的这个方式 他逐渐的呃 呃 因为人民的反抗而逐渐的松脱之后 这样的一个台独的主张 当然也跟着他属于上台面 但是现在但是当时我要特别要讲 就是说当时的台独主张 并没有到很直接强烈的对中共的厌恶 哦 因为就是就台独一些台独工作者来讲 对他们来说共产党是另外一个政权 双方之间共产党没有杀过台湾人 哦 然后这个国民党杀了很多台湾人 但是共产党没有杀台湾人 所以说在历史上的仇恨 这个台独和对他不觉得共产党是他的敌人 在那个时候 可是在这二三十年来就发现说 现在真正阻挡台湾尋求出头天 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 让台湾能够国际生存 现在反而最大的问题是共产党 而不是国民党 所以说在现在来讲 你可以说 就有点类似港独一样 台独他原来的主张 已经有在那边 但是他的声量越来越大 特别在最近 现在我们看到台湾的民调 包括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 以及啊 那个希望说能够 以后能够独立的 这个都达到新高 这实际上 这的确是被共产党刺激出来的 这部分是正确的 好的 谢谢賴先生 接下来香港的程翔先生 我想问您 那么美国的这个知名的政府学学者 裴敏锡呢 他发了一篇文章 说呢 最近随着这个港版的公安法 实施之后呢 中共是面临了文革以来 最大的这个生存的危机 那么这个原因呢 有两个 那么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 中共信奉的是 这个丛林法则 就是他认为 是全土大 是代表真理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中共认为西方的这个资本主义呢 毕竟是 顾名思义 加资本主义 capitalism 围绕着这个钱来运作 所以呢 中共本正习惯呢 是不会 就是不会为了他所追求的 这个民主等等 价值观的这个理念 放弃在 从独裁体制下的 有这么一个巨大忧望的这个市场 但是呢 自从这个 美国总统克朗普上台之后 所形成的这个 克朗普主义 capitalism 以及这个 美国对华政策大转向的 就证明中共的这个 两个思维呢 现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就是文革之后 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障碍 但是呢 与此同时呢 这个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美国前国安部门 这个 沃尔顿呢 他发布的白宫回忆录里 他说呢 是相反的 他说呢 这个克朗普总统 他是一个商人 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家 他的这个理念呢 可能是低于他所追求的这个利益 所以呢 中共在 之所以在香港 能够实施这个 快速的实施国安法呢 其实也是先来过特朗普总统 他的这个思维模式 那么您怎么看 我觉得从历史上来看呢 美国一直对中共的估计都是有点错 你比如说 呃 从这个 从开始 他延安时期吧 延安时期 这个美国就给共产党的宣权 是忽略了 你比如说那个时候 呃 毛泽东说要纪念这个 美国独立 呃 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结合 然后呢 毛泽东又跟 呃 外国记者说 我们要的民主 就是 林肯总统 呃 呃 这个要的自由 就是罗斯福总统讲的四大自由 那么这种宣传呢 让美国人呢 很迷惑 让觉得啊 共产党比国民党好 然后呢 就就 就向国民党施加压力 呃 然后给延安 做出总统援助 好了 那么这个事情 呃 到四五年以后呢 他们还忽然间 在问一个问题 呃 呃 我们怎么样 呃 失去中国 啊 所以呢 这个 美国从一开始 从中共 崛起开始呢 就给中共骗了 好了 能够呢 就是美国 呃 这个自由 这个自由派的反对 这个自由派的反对 结果呢 麦克斯主义本来是一个 总结共产 共产党 这个 二战以后 使用世界 这种 这种阴谋的一个很 很好的抵制 却给美国内部的一些 呃 呃 呃 美国的左派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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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 结果又不了了之 好了 那 到了这个 呃 呃 尼克松时代 他觉得 以为觉得 呃 中共 是一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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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居然想起的就是 呃 跟 中共两手呢 来 来 来打击这个苏联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 错误的判断 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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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看成是一个 可以合作的对手 那么 更大的 更大的错误 我觉得呢 就是 呃 这个 这个毛泽东 逝世以后呢 大小平时间 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呢 在西方 特别在美国 兴起一种想法 觉得可以 呃 呃 只要把中国 大陆这个国际社会 这个体系 那么 让他们 发 经济发展起来 然后就能够 产生一个中产阶级 然后就会拥抱这个 股市价值 那么 这个 也就是 主导了美国 呃 40年来的中国政策 结果呢 他们在 天安门 厂局 厂局 这个 这个 呃 呃 在事件上面呢 呢 轻轻放过了中共 而且呢 后来呢 更 更 要 让他进入这个 WTO 体系 帮助他 呃 呃 现在呢 呃 现在的这个行动在香港的这个作为呢 是这个违反甚至是背叛了邓小平的香港难过 但是呢 有人说说这种理解呢 其实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 因为邓小平当时提出的这个偷光阳晦 并不是因为他希望遵守这个世界秩序也不想接受 国际的这个章之章 而且因为当时中共的力量不够强大 才适当地弧 我们总而言之呢 这个文章的意思就是说呢 中共的这个领导人都是一脉相承的 或者说的 再向一个看法 还有台湾的民间 嗯 嗯 嗯 我想哈 就是说实际上现在来讲 因为邓小平他已经过世了 所以说我们大概没有办法来确定 到底哪一种讲法是对 或者搞不好两种讲法都对 哦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所知道 习近平他对于邓小平很多的做法 他实际上他是并不认同的 那包括说有很多的这些小的动作 都可以看得到 那现在他所做的作为 包括他对香港的态度 他对于这个 呃 中共领导城这里面的这个 集体领导的上面的否定 实际上都是在代表他的逆反 当时邓小平的路线 那么现在我们注意的反而是说 到底这个习近平他把共产党 带到什么样的地方 他有哪些动力上今天的问题 是习近平自己个人的作为 有哪些是共产党他本身结构 迫使习近平必须要这么做 那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好想来讨 都要好好来讨论 我们才有办法来知道这个状况 所以说现在倒不是去问说 到底这个习近平邓小平 他有没有意外相传 或者说有逆反 而是在于说现在的习近平 他所代表的是 共产党的结构 以及他自己本身的主观的意志 两者之间的因素 以及他的交互作用 会把中国带到什么样的地方 谢谢 好的 谢谢赖先生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海峡论坛讨论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一位是赖中先生 另外一位是陈翔先生 我们同时也非常感谢 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 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作家平禄在陈水扁时代 曾经担任香港文化新闻中心主任 曾在香港常驻七年的平禄 接受本台访问时明确表示 他不认为台湾应该在此时撤管 评录说 台湾在香港有机构 足以提供不管是港人 或是在香港的台胞 很多很多的支持与协助 以及心灵安定的力量 所以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 都应该坚持下去 更何况多年来 他已经是一个代表台湾的机构 对于代表台湾 他还是一个很重要的 自由民主的象征 以及召唤 就是让香港人觉得 就是台湾在那里 就是这个意义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是 如果说 在目前就不必去讨论车管的时间 评录也坦诚 驻港机构固然可能有相对的风险 但是应该坚持下去 因为他所代表的意义非常重要 根据自由时报报导 目前台湾派驻香港办事处约有15人 香港当地的雇员有50人 因为台港关系恶化 陆委会2018年6月 发布由参事卢长水接任驻港代表 但是因为港府持位核发工作签证 卢长水至今无法履行 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 接受本台访问时也建议不要撤管 林廷辉解释 管处设立有它相对的功能性 例如2017年台湾撤掉 关岛等多个管处 如今又恢复重启 撤管容易 涉管难 林廷辉认为 目前台湾按照与香港之间既有的协议 香港本来就有义务 按照协议来保护台湾管处的人员 那现在问题就是卡在说 那些不是在这个协议当中所律定的对象 而在香港内部被认为说 他是从事在香港颠覆他们政治行为的 那这一类的人可能要处理的是这一块 所以可能对象我们还得搞对 可能不是撤管能够解决某些问题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 长期协助遭中国关押的NGO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 力尽于争取国际人道救援 杨宪宏认为 香港国安法实施李明哲的事件很可能重演 杨宪宏认为 不该把撤管当成反制 而是该保护驻外人员 要撤而且马上走 时代力量媒体创意部主任刘世杰提出 台湾驻港官员随时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正文节 刘世杰反问 以目前台湾跟香港双边官方的互动如此低度的情况下 如何保护在香港的官员 所以时代力量呼吁 蔡政府该评估在港国人软性撤侨的必要性以及可信性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邱志伟 星期三在立法院举行的一场公听会上表示 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 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将出现变化 台湾应该在地缘经济上扮演关键角色 我想政府相关的部门 都有这个责任做相关政策的规划 吸引香港的资金 金融方面的人才 打造台湾 甚至未来可以取代 这个香港成为亚太的这个金融中心或者经济中心 邱志伟委委员还说 事实上不仅是台湾 包括新加坡 日本等国家都非常积极的提出 国家级计划来吸引香港的资金级人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6月11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接受质询表示 日本一直有接受包括香港在内的专业 技术领域的外国人才 并将继续积极推动 吸引香港金融中心等人才的方案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6月26日发布的报告则认为 港版国安法不会损害香港的金融业和经济发展 不过 国际商会香港分会则指出 该法将会使得外国投资者感到恐惧和失去信心 香港美国商会的调查也发现 百分之六十的成员表示 港版国安法将损害其在香港企业的营运 还有许多舆论推测 该法实施之后 香港的金融保险及经贸人才可能出现一波外流 与会的台湾经济部投资審议委员会陈彦珠组长表示 台湾政府非常欢迎港澳人士来台投资 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国民健康等项目之外 几乎没有其他的限制 甚至还允许申请居留和定居 陈彦珠组长还指出 因应香港电局台湾经济部已经展开超前部署 特别在吸引资金及人才方面 去年核准通过的港澳人士投资件数达到1500件 比前年增加80% 至于今年一到五月也有500件以上 反映相当热络 根据驻台香港经济文化办事处的资料显示 台湾与香港的经贸关系相当紧密 2019年台湾是香港第三大贸易伙伴 第六大香港产品出口市场 以及第五大转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地来源 台湾财经专栏作家林中正博士在公听会上 则表示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 香港国际资金管理中心的地位将逐渐没落 未来最理想的状况顶多是上海化而已 对台湾而言 目前的重点不是争取多少港人来台投资 而是吸引国际资金管理机构及相关人才来台 国际金融机构来到台湾 他才会把他国际金融管理人才进来 就会带来境外资金 那这些境外资金的管理 有些可以带动台湾境内的投资 或者境外的投资 那么台湾基本上 我们的金融人员 大部分都是做境内的一些管理 金融管理 资金的管理 并没有国际资金管理的能力跟经验 林中正还建议 台湾政府不妨在桃园航空城 成立一个境外国际金融免税特区 除了能吸引香港国际资金管理机构来台设点 也有助于台湾金融管理的国际化 林中正博士接受美国金采访时还谈到 境外国际金融特区的资金 包括中资在内 由于不会进入台湾 也就不会产生国家安全的问题 以上是美国金特约记者张永泰 从台北打来报道